台股這個星期進入超級法說州 包括半導體IC設計 聯發科 封測日月光 聯電 面板雙壺 友達和群創 蘋果供應鏈 電信產業的中華電及台灣大 手機廠宏達電 綠能大廠台達電等 都將要召開法說會 主要的電子大廠第三季財報表現 以及對第四季的展望 都將會影響到整體產業動態 而台北股市今天收盤上漲15.93點 漲幅0.17% 收在9322.50點 成交金額為567.6億元 新台幣匯率今天走勢疲弱 中場貶值5.3分 以31.683元兌換1美元作收 匯價連三匯 創下一週來的新低